来 何老师 我跟你定义一下什么叫善意的谎言 视乎于一个谎言是不是善意的 要看谁从这个谎言当中获取好处 你觉得你这个谎言是他获取了好处还是你获取了好处 显然是你嘛 对吧 你怕告诉了他 他会离开你嘛 所以这不是善意的谎言 这是有意的欺骗 是恶意的欺骗 对不对 你明明知道有意识的欺骗和无意识的不坦白 是两回事 对吧 谁也不会吃饱了撑的跟自己所爱的人说 来 亲爱的我们谈谈我们的过去吧 那是有病 但是明明知道自己曾经有一些难以割舍的一些重大的往事 是对你们之间的将来是有联系作用的 你明明知道说出来是有可能产生一些影响的 你不说这不就是欺骗吗 你说呢 所以你找了一个设事很浅的大学生嘛 对吧 可能你内心深处数次的尝试着说服自己 他骗我年龄 他骗我婚事 真的如他所说 是因为害怕失去 你曾经这样说服过自己没有 然后呢 当好不容易用这番话把自己说服了之后 再加上一颗筹码 你看他有的时候还是很爱我的 鲜花 蜡烛 下跪 那种决心 他是爱我的 对不对 对 他如果要是真爱你的话 他为什么会在你身上有伤的时候不回来呢 你来告诉我 他忙 忙 忙得喝酒没时间回来照顾你 就是你比酒有要重要了 客人那几百块钱比你在烈日下等两个小时重要了 如果他是一个能够在鲜花当中 在蜡烛当中向你招手 同时想尽办法要把你找回来的那个人 他怎么可能把你扔在烈日下两个小时 看着你一个人泡在厨房的水中 怎么可能呢 所以事实证明 他的那种所谓的骗你 以及鲜花和蜡烛只是想占有你而已 看一个男人是否爱自己 不是听他说了什么 而是要听他没说什么 不是看他有准备的行动 而是不经意之间流露出来的举动 所有男生的那种所谓的套路都是有准备的 只有不经意流露出来的 那才是真实 就像他刚刚不经意的说出了一句话 我骗你已经骗成了习惯了 这就是不经意的 为什么有些人喜欢撒谎 喜欢言不由衷 其实他是害怕面对自己的过去 而每个人的过去是自己人生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他自己也不认可他自己的过去 他更不相信你会认可他 所以这个长相老实的有过婚事的男人 也许对你只是喜欢 喜欢你的单纯 喜欢你的好骗 也或许在跟你交往的这么一段时间当中 有过那么一点点真实的感情 但是他没有把你当成一个真正的爱人来尊重 你听明白了没 待会你门转进去之后 你不要去想鲜花 不要想蜡烛 不要想那些曾经追求你的疯狂 你只要想在你最需要他的时候 他在哪里就足够 明白吗 当然你出来的话我也不意外 而且此时此刻我相信你内心深处 依然在觉得我没有什么错 我只是想为了拥有他 但是为了拥有一个女人就可以不择手段吗 你说呢 你看他又笑了 无可要求 就这样吧 好你因为出来没关系啊 我们就是这个建议 不在情绪里做事 加强自己对生活和常识的认知 OK一起进入到那几天喝古方红糖 真情60秒 今天听了评论老师的建议 我知道我错了很多 对你撒了很多谎 可是我也不是有意的 下一次你放心 我一定对你坦白 我不会再撒谎 你不要跟我分手 我真的很在意你 那你之前跟我撒过那么次谎 我怎么知道你以后还会不会对我撒谎了 我真的很害怕你继续骗我 其实我们俩在一起挺合适的 你必要分手 我也不知道我该不该再跟你继续下去了 我想再考虑考虑 我真的不想再这样欺骗自己了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再考虑考虑吧 好 请亮灯 我再给你讲一个常识 我只说常识 一个人说他在单位里很重要 有重要接待的时候 这个人必须出现 可是这个人平常老在开滴滴专车 常识上说明 这个人在单位就没那么重要 因为他有闲暇的时间去开滴滴专车 他基本就是被边缘化的 听别把我说的意思了吗 明白了 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你说他没用 我可没说他没用 我只是说在这个舞台他都没说实话 他在骗我们 说有一天的骗你是因为酒店来了重要的客户 他要陪到十点他自己去做菜 怎么可能吗 这就是个常识嘛 我说的对吗兄弟 一个饭店的大厨工作十几年最重要的厨师开滴滴 得了吧 谢谢两位请回吧 我只拿常识说是啊 我不推测人性 来两位请回 谢谢你们啊 小姑娘还让她自己走吧 这她得学会自己面对 来请关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